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好好地交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风报复复统 保有口约颇护送 杨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我杨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申請處理高書蕭文傑 蕭主老師 大家好 蕭老師同時也是非常關心 我們文資保護的一個專家 還有林路的蔡迪鄉親 佛洋太家今天來到鴉片 感謝太家 講到鴉片叫我妹妹修養重心 新田村這裡有這樣的一個場所 我們先來看 新田村它總共有 五百三十五千 二十六千七百萬三千 不過看起來拿鴉片 一番的順風由於六十八家文化演技 設計工業和那些兵養養劑主題 今天六十八的地方還在總統中 認真那些養劑暗躁的理事 文資保護的動作 由第一日本書的到他 1942年到1945年 他曾經就剛剛提到的 他是收容中心 但他是關的是什麼 戰俘營 我們那時候就說到了 他曾經有收容很多 我們國外進來的戰俘 再來呢 二戰之後他關閉了 就改成愛療營區 一直到後來 現在由屏東縣政府來管理 之前曾經在封災之後 為了安置NN災民 所以在這邊也開放讓大家去做一些安置 只是現在呢 他有了新的利用的方式 好像讓居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怕就堅持的想法也是 先看藥面高校繼續討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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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做 對吧 對 我們來做的人 好 我們來做的事 它在紀念的東西 沒氣體發揚光大 還在滾攏 像這樣在東德的戰俘員 他的佛茶路也都保存了 死者一國一國他們都去看 那個犯罪人他自己 為他在警惕 林六強要療癒 那一本是台東南亞親臺的戰俘員 教養士養女有對英國 加拿泰 歐洲 紐西蘭米國 也到過家來的五六百三年 民國九州三年三月經驗比 差不多當年都由國國的戰俘加速 前來對師 他在那裡過幾乎 國國在問求人家 他在管理人家 他在管理人家 看著他的事件 他的好年 他在智慧 他在那裡過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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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的主持 所以我就在那裡過 他在頭拜 管大戰石牌阿民國的天風 已經在那裡過幾乎 他在憲政部 審刊到農民被 他在英文前班 後來做流浪通報使用中心 不過呢 要順康主委新田村 因為他跟文言 幾乃黨反對 他在那裡頭一頭 他在那裡把請命要說 問題要產生噪音 因為污染還有病菌 他的戰府員 銀行的水源頭 他的 廢水 滲透 泉水 滲透 我影響 這個 居民的 營養水 我本身要在我們公司的共識內 在順序 那幾位一派 可能一臺盛 他們不可以在學位度上 所有的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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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囊在農業出國 聯絡政府一樣的理事文部 會保留下來 和省立流浪通風使用中心 沒有衝突 聯絡政府會參考民意 重新評估過方 希望很幸福提供的CQ 我想要請教一下科長的是 影片當中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這個地方在在的郵居民 甚至是他們過去所做的一些文字調查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對於地方有意義 而且是在台灣整體的發展上 就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字價值的點 那我們當初在選址的時候 沒有考慮過其他的地方嗎 還是這邊是你們千挑萬選之後 才決定在這邊 選址的正當性可以告訴大家嗎 屏東縣公立流浪動物收容所的規劃 那我們在106年7月的時候 有做一個委託的規劃案 我們從747件公有土地裡面 我們進去評估 我們從各項的 比方說居民接受度也好 然後各項的分析機制也好 以及交通以及經費的利用最大的 一個利用度也好 我們選定了這個舊愛療營區 那大家也知道舊愛療營區 它之前的管理單位是 國防部軍備局 那我們也是想說 那裡面可能會有一個文化歷史的建物在裡面 所以我們也委託了 就是我們自己縣府文化處 然後再配合當時軍備局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也得知了說 裡面所有的建物 並不是當時 日本殖民時代時候留下來的 而是我們光復的時候 我們國軍在裡面再重新起建的 那裡面最久的是民國39年的建物 那我們也知道說 因為它是具有一個戰俘營文化價值的地方 那當時日本時候 他們在裡面主要是關押了四個地方 一個是美國、英國、澳洲以及荷蘭四國的戰俘 那後來日本人走了 然後給我們國軍來管理 那軍隊它畢竟是一個管制的地方 對 然後那些各國戰俘的後代 他並不能隨便進入我們軍營去緬懷他們 當時的先人也好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門口 就是幫他們 那時候軍隊在門口 就是做一個小型的紀念碑 可是那時候我們覺得 其實大家緬懷祖先的心意是非常難得 而且令人動容 那我們應該要去支持他們 所以我們選定了這個地方之後 我們想說要把這個戰俘營 利用文理保存的概念 以及現有建物再利用的一個原則 我們要把這個紀念碑 就是移到我們就愛了營區的中心位置 然後並且我們要建一個文史紀念館 讓他們的後代可以來緬懷他們的祖先 那同時也就是說 它裡面並不是只有流浪 流浪犬貓的Solo 我們還有一個野生動物的Solo 那還有其他的 像是寵物醫療 寵物美容 以及寵物訓練學院 我們想要建造的一個地方是 希望它是具有一個經濟價值 因為以後我們想說 要以這個地方為基地 我們想要創造地方的就業機會 讓大家就是讓全台都知道 我們屏東有一個這麼好 然後可以提升我們 像是作為一個環境教育中心的一個地方 請教一下游議員 我們在議會上面 真的這個案子也有許多的討論 那就您來看 縣政府他也說出 他們確實是有經過評估 跟去選址之後才會選定這邊 那為什麼居民還會有這麼大的反對聲浪呢 流浪動物 屏東縣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這個縣立的收容中心 零肉鄉親是不會反對的 他不是反 他不會反對說設流浪動物這個收容所 他不會反對 那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實際上在講說 政策的錯誤比貪污還嚴重 剛才我們縣政府說的 在哪一個地方去選定這個地點 是錯誤的 因為當初這個國有地的波用 是要做社會住一個長照的一個設備 後來不像人家 說這就不能做社會長照的中心 才會流浪動物收容所 剛才我們縣政府有談到說戰府營 戰爭永遠沒有贏家 和平永遠沒有輸家 那個戰府營在那裡 在一空三年林陸鄉的鄉親就要求 要列入有型文化資產 是 在整個林陸鄉 只有一個地方列入有型文化資產 那多邊的 人家說人死老名後死老婆 在林陸鄉只有一個 徐家古厝在林子村 有很多的都不列入 那這個戰府營可以怎樣 可以教育教化 讓世人知道戰爭多麼可怕 森林塗炭 那屏東縣政府就重 跟橫都沒有聯繫 所以文化處也沒有提供 說林陸的有型文化資產這麼少 那這個農業單位也沒有去徵詢 就因為社會處就沒辦法在那裡做了 市就市德運 市民就要來求林陸鄉 然後同時又告知了 很多林陸很多的相關的 那些地方都沒有人住 那個地方好多人住 包括陸京雲區 他們在那結婚 然後傳承下一代 有牧場 有這個人工失地 所以地點也選錯 感謝 謝謝議員 我想請教一下宋議員 就像剛剛游議員講到 其實是站在居民的角度 這個點確實是不適合 那我們在議會上也有討論過 或者說你個人的建議跟觀點呢 這個站扶雲原本的設置 是往長照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當時總統你的某個意見 都同意 那當然 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他也同意 但是是地點的問題 我們當然知道 流浪動物收容 對流浪動物非常重要 對環保 對這個動保團體來說很重要 可是 這個 戰扶雲它本身有一個歷史遺跡的定位 不應該去 對 它是國際上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歷史遺跡的定位 那你同一個定位 怎麼會做 重複再做另外一個流浪動物這樣的一個定位 這樣是有點挫折啊 那當然 不妨多讓 就是 總統你有說嘛 這 貓啊 狗啊 你會叫 叫聲很 叫聲 這個會 會引起總統你的老人家 小朋友的一些害怕嘛 那當然 旁邊又是水源區 有些失地公園 當初失地公園 縣政府也花了非常多的預算 去做這個水源保護 做這個地質的一個 就是保育啦 對 就是希望說這塊土地能夠維持它 非常自然 非常天然 沒有汙染的一個狀況 那已經花了那麼多錢去做失地保育 為什麼旁邊又 又來設置一個有汙染性的這個 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這個是 這麼近的一個土地上 會形成一種非常 就是 矛盾 非常矛盾的一個政策啦 所以我相信這也是 所有的型船村民 都會在 沒了解 踢縫啦 為什麼做這樣的方式 你說當時 長照中心當然沒有話講 因為是 林老鄉從資訊 街道 路人家 街道 路人家 長照中心對我們地方 是有幫助的 所以說 今天流浪動物收容中心 就是地點的問題 請縣政府要重新考量 了解 謝謝議員請坐 從居民所提供過去的一些資料 雙片兩款 其實 經驗才真人說 那個動物的 很多的一個背景 歷史的那個脈絡是留下來 而且是 永遠藏在 就是它是珍藏在我們地方居民的心中 所以呢 大家 也幫他拍了非常多照片 甚至是過去曾經 已經關在這裡面的戰俘銀裡面的阿兵哥 他們的家人也遠從國外來這邊 免懷他們的家人 所以說 這樣子的文化歷史背景 對於在地居民來說 現在 他其實就是閒置在那邊 放在那邊 而且大門是深索 要準備 也許他有其他的活化 或是再利用的計畫 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聽到的動物收容中心 我現在把時間開放給現場的鄉親 因為他所說的 有按照的文化歷史背景 他會跟他建設的點 也會 也會持續 也會文化歷史的因應 聽錯文在哪裡 也會講堅重的鄉親 先來表示意見 阿米 致信長 阿米 致信長 我剛才在通報局 阿米 致信長 她說 我在台來的體防中的繁榮 那裡 阿米 致信長 沒有太多人 不想這樣拿去 不要救援 這樣嗎 這麼說 因為有歷史的體防 那個本結智唐兜 當作大笑話 有一個歷史價值的 去關那些 阿豬阿狗阿狗阿貓的東西 是 能聽嗎 什麼 結局就要求個題 連結局就要說 狗屁不通 什麼 狗屁不通 下一位先生 現在提供我們又失蹤 不用拒絕 要拒絕 要拒絕 安徒基民 要造成健康和環境的影響 所以我們拒絕的全民 相信同樣拒絕的心情 反對我們拒絕 要拒絕 我要提醒這個規劃單位的 因為預算都已經編好了 1.5億 我要提醒的 上一次在聯絡相公所說明費的時候 我也提出來 這個地方是以前的古河道所在 逢水來的時候 大水會找到肥家的路 所以以前那個愛寮營區的災民收容所 就曾經發生水淹到那個床部上的 然後你們去問客家文化園區 它沒有水淹到他們室內去的這種紀錄 你問這個村長楊文正 他就住在旁邊 以前的那個愛寮溪 現在是在台塘公司的土地裡面 我們調查明治39年的地極圖 1906年的那個地極圖 可以明顯的看到 現有的愛寮溪寬度大概是9到20公尺 平均寬度13公尺 現在呢 經過聯絡相公所 所以我又給他拓寬了 直到5到6公尺 大水來的時候還會找到肥家的路 還是從那邊滿出來 我們的村長應該有這種經驗 他是最清楚的 第二個我要講這個 俘虜營 俘虜營呢 有一個很淒美的愛情故事 是 剛才已經有講了 那個女主角的愛麗絲 她的未分 定分的那個男友啊 戰場之後呢 上了戰場以後來到我們 曾經寫那個書信給他 他的未分期還很高興 他還活著 可是後來英雄斷了 這個人就死在我們聯絡 這個事情呢 經過了將近50年 愛麗絲重遊就地 所以呢 這個故事啊 七美愛情故事是真實的 還有鄉親要補充 我在101年的時候 有像屏東縣政府提出 提出六堆文化風采那個 古蹟保存 結果屏東縣政府 都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現在剛剛聽我們縣政府的人說 他們在106年的時候 才去找出這個事情 其實我在像屏東縣政府 一直到現在 才有聽到這個聲音 第一點 第二點 據我側面了解 側面了解 憑東縣政府 維尿要整齊 液的 衣酸 以鄉文化出 神槍的一億五千萬 他三十五的作業 動物收容中心 他要消化這個預算 所以剛剛憲政府的女士 他講這個是不對的 他不應該這麼說 他是為了把消這個預算 要把這個古蹟文化 畫在那個土裡面的一個小地方 其他的要做動物收容所 你可以我們不反對動物收容 你到別的地方去 為什麼一定要在那邊呢 影響我們鄉民的生活 也讓我們懷念的地方被破壞了 好 謝謝 感謝 感謝 謝謝這位先生 憲尤共青 我怎麼對相關的議題 表示意見 江主任您有要補充嗎 一個領導者只要有鄉親有意見 你就要考慮你的頭腦 不要 不要 阿嬤共青的問題 不難過 阿嬤共青是不對的 你要去接觸 那麼可愛的鄉親 大哥大姐 我們是生活在這個地方 哪有像你們這些 長官你住在哪裡 高樹 對阿他住在高樹 我也是在高樹 高樹到這邊聞不到 聞不到 但是你們這邊一定聞到的 是 所以你們要團結一致 讓縣武單位 再重新考慮 不是不能不考慮 一定要考慮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主任 居民從文化的保存角度 跟還有就是 一定要在這裡嗎 選擇的正當性 跟接下來這樣做下去 我們這個具有文字背景 甚至是有歷史文化記憶的點 是不是就會消失 我想千景要下是 嚴理事長 居民都一致的認為 這個是會影響到他們家鄉 甚至是會破壞這個文化資產背景 這麼有歷史意義的一個點 您怎麼看呢 我從剛剛聽起來 就是你們不外乎 就是覺得設在這裡 就是有兩點很害怕 可能破壞了它的歷史價值 可是從我去看這些報告 包括這裡有戰俘印的成果報告 就是他們調查的所有的報告 是 那其實它裡面的建築物 都是國軍接手以後蓋的 那邊的精神意義懷念的價值 大過實體建築物的那種意義 那接下來還有你們講的 就是你們覺得長照可以 那為什麼流浪中心不可以 我想不外乎你覺得它會很吵 它會有污染 它會有病菌 那這個我大概覺得大家不用擔心 政府花了一億五 一定做了相當的規劃 包括它的污水處理或化分池 它都用了人的規格去處理 而且超過我們的收容量 關於這個噪音的問題 我們有實地的去測驗 我們協會 不要說我們平科大公立收容所 我們協會在鹽埔有一個狗風 裡面有300幾隻狗 300多隻狗 那這個測試噪音的 它就到我們收容所裡面 把它拉好那個狗 平平平平一直叫 它在距離100公尺的地方 測試的噪音是73、66 距離200公尺的地方是63、61 到後面不用說出50幾 那這個60幾的意義代表是什麼 60幾這個分貝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就像我們現在 我們坐在這裡進測試的就是60幾 所以你不要想它會有多大的噪音 我們這個地方蓋起來 我們希望說我可不可以帶那個圖 我們這裡就是愛療營區 我們走進來的地方 我們的流浪犬的收容中心 這裡野生動物 我們走進來這裡 我們為什麼要希望在這裡比較老 比較有人比較好走到 因為這裡是做一個公園 附近的居民都可以去那散步 走路甚至你要懷念以前的 戰斧影的那種紀念 還是那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都可以去 你可以帶你的狗來 來這裡去散步 這裡是很大的寵物公園的地方 旁邊還有動物醫院 還有寵物美容中心 還有狗的油營地 甚至狗將來的火化都是在這裡 這是將來這裡很多的就業機會 是要讓我們在地的鄉民 我相信現在找工作不容易 不過這些我們都以提供在地的居民為優先 這第一是就業 第二我們還有教育的功能 我們這裡有教育中心 為什麼有這麼多流浪狗 為什麼這麼多流浪狗 因為居民的飼養觀念不好 飼養 飼主的責任觀念不好 我們希望在這裡做教育的功能 跟大家說 我們事後應該怎麼事 我們事後要把結紮 不可以黑白蛋 減少流浪狗 這個要做教育的功能 收容是無止盡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收容所 將來融合我們在地的環境 可以做我們晚上散步的地方 還有教育的功能 還有就業的機會 好 感謝 謝謝理事長 我想先請教一下蕭老師 文化跟這樣子的動物獸人中心 結合在一起的衝突點 您也感受到了嗎 我們的文資法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文資法施行細則第17條 你要公告 可是我昨天晚上上網查了 我們沒有辦法去拿到所謂的評估報告 評估報告是要公告的 依法要公告 我想這邊在場有三位預言 是不是要拿過來 第二個 那個我們想說 他公告通過以後 他必須要有 因為他現在是 以我昨天查 他是列車 列車他就必須要經由所謂的審議 審議階段以完以後 他才能做所謂的未來的一個所謂的 不管是修復債利用或管理維護計畫 那在古蹟的使用上面來講 如果說按照屏東縣政府的講法 未來要把它保留下來 那就必須要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像這樣子的文化資產在世界上有多重要 你們知道嗎 在波蘭有一個世界遺產 奧斯衛星集中營 世界遺產 大家在這邊看到的是 所謂的人類在這邊過去所謂 違反人權的這樣子的一個地景在這邊 我想這樣的地景是人家做世界遺產 我們把它做成這樣子 那我們想到古蹟的一個再利用的時候 我們從來不反對古蹟的再利用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是 場所精神不對 這裡面是我們在從 我們這裡面的地景大概有幾個歷史 第一個是從唐葉的歷史來分析 第二個是從戰斧營的歷史來分析 第三個是我們在經歷了所謂的過去的一個 風灘裡面它有這樣子的地景 它有三個地景 那不管是這樣子三個地景 其實它都跟人的 人權的價值 人的價值比較接近 很多的連結 就是說它的未來在規劃 事實上應該要朝著這個走向 好 謝謝老師 這個階段我想先請科長我們來回應一下 剛剛居民有說這個預算 剛剛有人說這是不是為了消化而消化 消化預算而這麼做 那選址的文化跟這樣子的動物保存 你們剛剛有說你們可以一起做到 這兩個重點再跟居民說一次好嗎 絕對沒有因為為了消化而消化 因為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絕對沒有這種事情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們把戰斧營紀念廣場 設在我們的心臟位置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中間 對 所以以後就是這個園區的規劃 就會以它為中心 其他的部分就是我們附帶的動物的收容的部分 也就是說它的精神是存在於它的中心 是會讓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 是 好 謝謝科長 議員請說 這個叫流浪動物收容所 怎麼可能會以戰武營紀念廠為中心 那騙人的嘛 對不對 但剛才我們的文化專家說得對 如果這些都是古早的立書保存 它上面就是穿唐裝嘛 對不對 流浪動物收容所 那下面就是穿著迷你裙嘛 能看嗎 我們希望這個政策 他有自己會給他答應 他自己會給他答應說 一定要跟我們地面的意見領袖 包括鄉長 代表主席 代表傳理長 社區理事長 跟媽媽家屬老人俱樂部 包括我們所有的七川的傳長 要跟我們交通 不然一定沒有做 謝謝大家 謝謝議員 我們請坐 請命說 各位 邀請案由文化佩慶的社會 走不在走通風收容中心 剛才理事長沒有實際 從台下說 案的那個 許多的許多的 許多的關閉 童年才沒有空用的 實際上也很用不然 一道鄉心拍攝不在 我們實際去看一下 透過影片 帶大家去瞭解 現在的收容中心的現況是什麼 也讓大家感受一下 那個說真的 而在人都會走 不很用的形式 現況樣片 好 坐下 來 出來 再來 兩位主人 牽著家的傳愛家 和其他家的Q花狗 要兩條家的 都會對俗用中心 兩者去學的 主人同志講求用 老家就學到 悠悠悠長 其實現在收容所 不像我們想像中的 就是很髒啊 都沒有在整理 很雜亂 其實現在都很乾淨 然後包括他們也會 有很多方案 就是他們會告訴民眾 你可以如何去飼養貓狗 或者是說 他們會幫助貓狗社會化 然後讓他們更容易融入到一個家庭裡面 他們都會做出一個 非常的嚴謹的判斷 然後跟評估 他不是 你要領養給你 不是 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嚴謹控管下 我相信狗狗的環境至少 這麼多的狗 其實真的沒辦法每一隻一隻 這樣細心照顧 但是 牠的狀況 每一隻的狀況其實都是蠻好的 有民眾來問營養的事情 自從帶著民眾 他們小時候就等他們下個邀請 除了雍仔講以外 屬於總行盤作為宣傳樣片 問兩樣的人 清楚了解 效果從未英國要注意的事情 我覺得領養代替購買這樣比較好 林菩薩政策之後 就是開始跟進的一些政策 跟之前比起來是好蠻多的 就像牠們的收容 然後送出去之前 也會先解紮織晶片 這樣子就是送出去之後 也會追蹤 我覺得對這些貓狗的一些福利 會比較好 通過當一組有出來 把通的時間 鐵門一大塊 大條煮絞絞絞絞絞絞 又堅強又有發力 同民眾印象當中 流浪通話 又笑又有的樣子 一點點就不像樣 那從很瘦到現在很胖 都會有一種莫名的成就感 然後又當看到他們就是 有任何人喜歡他們 然後帶他們回去 給他們每一個家 都會讓我們很感動 貓狼煮絞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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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絞 不像順頭 以下修容的 白色兩條沒有結尾 每條流浪通話 來到修容中心 空音空間沒有問題 夠好 主要突然 開放本民眾都現場 參觀也很營養 做得公開通話 生命高有中心 不過認真空間不拉 總統自家做得照顧 幾個通話 數量有限 對無辦法 輸入流浪通話 吃狗沒吃到很難 很酷 看的影片剛剛說 很大的第一期 這雅客 雅客的動物 的修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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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跟他們 多麼窮窮的 整個屏東線 大概還有六萬隻的流浪動物 因為按照的流浪通話 是要 下去造一個修容的中心 但是這個修容中心 也不可能關這麼多啊 總不可能六萬隻 全部都關到這邊來 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先來聽聽看 就是這些寵物的志工 關心這些動物的志工 你們實際來看 現在的 大家對於寵物的收容方式 還有你們的管理方式 你們的觀念是什麼 來 這位小姐 因為很多流浪狗 會造成環境的污染 那我們沒有辦法說 例如我家 我家最高紀錄也 收容了20隻 那不是一直收容在我家 我必須管理好 然後教這些狗 然後再送養出去 其實這是我們協會 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不是要有這麼多狗 因為它就是一個問題 那在於基於尊重生命 我們是教育的理念 我們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個問題 那我們這個問題 不可能丟給外縣市 別的縣市 別的地方來處理 如果我們做得到的 我們都願意來做 那我們也看到了 像中和收容所 板橋收容所 燕巢收容所 他們由志工協會的注入 確實改善了很多 就是由民間來監督政府 合作的方式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 當然我知道 大家有大家的顧慮 但對於這種生命上的共同體 因為我們跟所有的動物 都是一種共同體 我們沒有辦法 把它的問題不看 那如何把它做一個最好的 中間就是 他們能夠幫助他們 然後也對於我們有幫助 我們人民是一個協助 我們是比較希望 往這方面來解決問題 好 謝謝 感謝 給你鄉親先好嗎 如果所謂不足 這地點不對 是 那你告訴我 那些東方的 剛才有前輩講的 那些東方的 為什麼會參訪人家的文化古蹟 歐美國家你就可以看 他們為什麼很重視文化古蹟 你們怎麼不往這方面的器官去發揚呢 因為國畢有四地公園 國畢對面那邊有六地文化園區 如果說大家都有這個共識的話 就不是可以說 回顧一下說 你那以前的文化古蹟給它重現 是不是可以帶動我們聯絡 很多鄉親別的縣市 來參訪我們這邊的文化古蹟 是 那你們怎麼不往這方面的器官呢 我們先決反對就這個原因而已 我們不是反對收容所 好 謝謝 謝謝 那位先生 我們三百米內最起碼有兩百戶人家 你們考慮到沒有 沒有 考慮到別的地方 天高皇帝遠去 這樣怎麼會對 你如果今天去好好來幾個 你看 我們平東館 平東館 平東館 有七百四十七個 公有土地 你不去選 偏偏選在這個地方 是 人口稀少你不去 你 有人住的地方你來選 將近一千四百位 就我們村民 還有竹圍村 一千四百位的那個連署名單 你們要看嗎 所以說大家都反對 謝謝 所以我堅持反對 堅持抗議 謝謝村長 感謝 這邊是不是有鄉親要補充來 這位先 林肉鄉這個地方沒有自來水 全部大家取用地下水 水源的問題會是你們的 所有的地下水都是抽起來的 所以你要想 你如果說這個地方被污染了 整個地下水都污染 對我們的生活取積 生活品質 更不用說安居樂業了 這個東西真的是影響很大 所以我才是建議政府單位 怎麼樣去把這個錢發在結業 感謝 好 來 鄉親我們把握時間 來 這兩位鄉親再發揚 我就要請來賓回應了 來 請說 我是愛是愛 不過建設跟愛是兩回事 所以說我打聽說 要建一個流浪動物的那個生物手 那我很高興喔 後來我聽到說在哪裡啊 他說在林多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政府營那邊 我就怎麼可以設在那邊 我說那個詹舞宇那邊是文唱的 歷史紀念的地方呢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頭腦那麼遠地踏步 為什麼你不把那個文唱給它發揚光大 就很多的理科都我們這裡 有一個魏武宇的這個 歷史紀念的這個文唱中心在這裡 對不對 有什麼什麼你可以規劃的很好 有沒有 附近有什麼規劃的好 這個文唱 就在這邊做的文唱中心 好 來 我附近有什麼 不要鼓鼻 好 感謝你上抽 拜託我們這個 年輕的科長 你回去跟縣長講 這1.51 炒這麼久 就直接撥給平科大的 動物受用中心擴建 就沒有問題了 科長 大家講來講去 還是選址的正當性啦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講了 挑了400多個地方 終於挑到這邊 真的非這邊不可嗎 岩山公路那邊 沒有其他地方嗎 如果說假設 這個1.51 我們現在拿到了 不做會有什麼效果 會有什麼樣子的 接下來會怎麼樣 那這個1.51就沒了嗎 還是是說 我們要保護這些寵物 這些動物 6萬隻沒辦法消化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性 你可以從這兩方面來 先來跟大家解釋一下嗎 其實這1.51 是為了這個地方 就一定要再聯絡 量身規劃 對量身規劃所精心 計算出來一個數字 我們不可能拿預算 然後只有做一個概括 這是絕對沒有辦法 在立法機關通過的 公開的說明會 你們的規劃時程 那是照著你們計劃走 不是像居民所說的唐突的開嗎 你們這邊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那一天說施工前 那個會議的名稱當然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連初步設計 才剛剛出來而已 是初步設計 對初步設計過了之後 審查過了 我們才會開始做西部設計 西部設計要過了之後 才會開始做工程方面的規劃 那當天的狀況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 好像居民對這個沒有辦法了解 甚至是有比較覺得 這是他們是被告知的呢 因為我們那個會議的名稱 是一開始就定下的 可是我們是在初步設計完成 其實不是那個意思 對還沒有進入審查 還沒有進入審查 要進入審查那個階段 我們來做一個公民的公聽會 那一次5月20 那一次的校市說明會 對公開說明會 公開說明會 公開說明會 你們有順利進行嗎 有達到你們當天說明會的效益嗎 其實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沒有辦法進行 因為一開始當我們處長 在進行簡單的說明之後 然後就開始有 地方就沒辦法進行了 對 就沒有辦法 就繼續下去 那也就是造成說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了 那現在的現況是什麼 這個規劃 你們現在農業處的進度到哪裡了 我們現在進度還是在初步審查 初步審查 所以現在你們要做的是 加強跟居民的溝通 還是你們有其他的想法 繼續加強跟居民的溝通 我想請教顏理事長 剛剛居民有說到 我們其實已經前面說了 這麼多的現在的公立收容中心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以前的改善 那顯然居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是不是那個既定印象太深刻了 那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接管 這個接管到現在的時間 你們多久之間就做了這些改善 我們協會是從去年9月 才進入接手管理的 你看的是多年以前 那我現在要講的公立收容所要好 所以他現在是委託民間來管理 由全民來監督跟公家單位來監督 因為我們有經驗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管理得很好 那剛剛他講的平克大那個 他以前覺得他很臭 可是現在我們歡迎參觀 他現在是公開透明 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的十點到五點是開放參觀的 都可以讓你去的 這樣我有可能炒 我有可能不好 他剛才影片在放的時候 你們都去上廁所都沒有仔細的看 你看他我們裡面的情形 所以他現在會委託由外面 有管理有照顧經驗的團隊來接手管理 來交由我們全體民眾來監督 跟縣政府來監督 就是你們是經得起全民監督的 對 才公開透明的方式 所以你不用怕他會炒 會賣會造音 這你都不用歡樂 老師現在顯然的就是 蚊子的保存跟動物的收容 直接是非常矛盾 甚至是造成衝突的 居民甚至是有點 就是你不要在我家旁邊哪裡都好 可是換的別的地方也是一樣啊 我們能不能從比較理性的方式來談呢 我想我們剛才有一位鄉親告訴我 他101年他就提爆文化資產 可是到現在怎麼 就列在那邊一直都沒有審 我想幾位議員應該要做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要行政怠惰嗎 是不是行政怠惰 你為什麼有文化資產價值你不是審 那可能到最後他倒了 他已經都不見被火燒掉了怎麼辦 那也就是說公務人員的行政怠惰 造成了文化資產價值的減損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還是在依法行政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已經有工程的急迫性 對 那也就是說這個案子就是要審啊 文化處為什麼都躲起來 為什麼都躲起來 那好 審了以後 我們必須要要求他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經常遇到很多地方機關的 就跟我講說 我不要文化資產價值 我比較好利用 我把你留下來 但是實際上他就會沒有任何的保障 他也沒辦法去用所謂的管理維護計畫的方式 修護再利用計畫 如果他這個計畫送審以後 他變成古蹟歷史建築或是史蹟 他必須要提出所謂的再利用計畫 他才能去使用 再利用計畫是什麼 他能不能作為所謂的流浪動物之家 那這是一個專業評估啊 那專業評估完全在這邊是被消失掉 然後我剛才一直很在乎的一件事情是 我昨天要來之前 我拼命的在找調查報告 沒有沒有沒有 就只有看到預言也沒有 但是我們只看到只有動保中心有 我剛才在這邊還特別查了一下手機 我剛才看了一下研究者是邱美雅 我真的找不到他再有任何的文字背景 我不曉得這個這樣子的 我不是說質疑他這樣 因為我不認識這樣子的人 那我不曉得這樣的資歷 到底有沒有被認證過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文字背景出身的 因為他這邊牽涉到幾個專業 他可能必須要有戰爭史的專業啊 那這個專業來講 你是不是 這個案子一定是 平東縣政府包出去的 不管是10萬塊以下不用招標 或是10萬塊以上招標的 作為一個公民 應該理所當然的 在這邊是可以拿到一份資料 大家去評估看看 說到底他是真的適合還是不適合 因為我們今天講 動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文化資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今天我們在這邊 看不到文化處站出來講清楚 而且是明顯的 已經都帶動 而且我必須要講 文化資產價值是武警發說的 不是我特別今天要來的時候才講 在影片大家找得到 這件事情是我特別在乎到一件事情 所以老師現階段你會建議 先由文化處這邊要跟農業處 一起出來面對鄉親 不是只有農業處自己出來面對 因為對他們來說其實比較不公平 應該是這樣 好 謝謝 感謝老師 議員 這個戰鬥比較有紀念的東西 剛才我們農業處 請科長出來對他壓力太大了 我一開始講 縱線橫線都沒有聯繫 他甚至可以用暫定谷去把它框出 但問題可能嗎 不可能 因為吳錦花 文化處處處長 以前的工業他已經離開那個工作了 所以屏東館政府本來就是這樣 他不可能說農業處要做流浪動物 他用限定谷去跟你框出 這個天荒野壇 應該是館政府的相關端的要來說清楚 要來面對聯絡的鄉親 安居樂會 總統的老闆 國家的主人 都是你們啊 應該是這樣才能夠談到問題 我們呼籲 由客家電視台發聲 希望屏東縣政府不要再帶動 對就對專業領域 不要吃一個套路 文化處沒有沒有肩膀 農業處沒有骨氣 如果人家做的做不到就沒有用 這個不好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我再把時間開放給現場鄉親 還沒有發言的 來 那位先生 你們規劃下去以後 可是你那污水 你排後面 那個習宜文先生 那個地是他的喔 那是私人土地 私人土地喔 你們要搞清楚喔 那現在是有水溝是沒錯 可是他是當初 他們 他在祝祖的時間流出的 流出的 流下的水溝喔 養豬的時候 對 流出來的喔 它流下來的喔 那邊跟排後排 那邊就放下了 跟那邊污水 坐在哪裡去 今天整個討論下去 他會把青春幼的去說 這個地方具有蚊子的背景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地方 為什麼要做動物收容中心 即便收容了 也沒有辦法去處理屏東縣 這六萬多隻的流浪動物 顏理事長 持平來講 做了一個收容中心 六萬多隻真的就可以解決嗎 收容中心真的 你蓋很多座都沒有辦法 收容所有的流浪狗 我是說全部收容 而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你這個方向是錯的 是沒有辦法收容 都抓在那邊 我們是沒辦法 不可能抓 對 是沒有辦法 但是怎麼解決 從這裡 我剛剛有一講 做教育的功能 流浪狗怎麼來 世主產生的 流浪狗 都你們大家 親切的不要親切的 不讓自己知道生的 這就是世主責任 大家都沒有盡到 所以我們希望 從這個地方做 做教育的功能 但是我說這一億五千萬 是針對這個地方 把中央檢處 不是管長可以解決說 我這一個五千萬 不要去這個 我來幫你們做什麼 長照什麼什麼 沒辦法 你如果不去這些錢 就是交道回去 每一個縣市都在極力爭取 其實大家今天有質疑說 這件事情 文字的保護身分 當然我們都不是專業的 您來到現場的主要 想要表達訴求到底是什麼 想要告訴鄉親人 就僅只是一個教育的觀念嗎 還是整體的屏東的流浪動物 你真的是有急迫心要處理 您 我不知道在地的村長 你們有沒有流浪狗的問題 我們每天接的 就是很多流浪狗的問題 都叫我們收流浪狗 我告訴你這個 沒有迫切的去解決 從源頭的去解決 將來還是你們很大在地 鄉民很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你們有讓流浪狗 你們有感到會通報 還是你們有感到流浪狗 做成你們生活的問題嗎 還是都沒有 還是這6萬隻對你們來說都沒有 雖然我們不能收容 我能做教育 我們還有其他的功能在 慢慢的去減少流浪狗 像我們現在開始做的 就是我們屏東找兩個禮 愛家愛戶的去做狗口調查 沒有嚴的帶出來嚴 有流浪狗給我們來嚴 一步一腳印慢慢做 我希望將來屏東流浪狗的問題 可以減少 可以按6萬隻 變5萬隻 變6千隻 變我們可以收容 變成流浪狗是一個少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願景 我們的夢想 但是有夢想 你一定要努力做 而不是一開始 我們就是不要 我們就是不要 這樣你們無法解決 我們屏東鄉親流浪狗的問題 好 謝謝老師 其實現在看起來 居民他的心中的憤慨 就是存在於這個 這麼有歷史價值的 文資的背景的 這樣子的戰俘營 要拿來做動物收容中心 這真的沒有解了嗎 剛剛你說的 我們可以從議員開始做起 縣政府文化處要出來面對 那現階段 我們是不是應該 溝通最重要呢 好齁 我想我給村民幾個建議 建議 第一個 我還要回到剛才的 就是你該審查的時候 你就要審查 第二個 在我們的審查過程當中 他應該要把所謂的文化價值評估 先公告出來給大家 先 這件事情應該是文化處來做 對 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 沒有做任何的一個 大家沒辦法拿到這樣子的一個 書面資料 那我會建議一件事情 因為他必須要去 我剛剛一直提到所謂的 依法的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你先把它拿出來 那如果在我們的規劃設計 如果他變成了古蹟歷史建築史基 其中一項 我們接下來就可能會有一些 他一樣要有所謂的再利用 他即使要做流浪動物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評估 他會有所謂的評估報告 要送上去審查 是 那這個審查裡面 他就會有說 會不會破壞歷史文理 還有到底適不適合 我們剛才講 他不是一個歷史面向 他有所謂 剛才我們提到八八風災的歷史 他有所謂的我們剛才講到戰爭的遺址 在這樣子的 這樣非常罕見的一個狀況之下 代表我們講歷史不是一個斷點 它是一個脈絡 它是一個程序不斷的這樣變化 這樣子非常罕見的狀況之下 我想評估文化處應該要仔細的來評估 專家學者要憑良心下去投票 了解 好 謝謝 科長 今天綜合下來聽了整場的意見 我們回去縣政府下一步會怎麼處理 可以跟居民所說 蓋了這個收容中心就可以解決六萬隻嗎 我們當然不是把這六萬隻全部關進來 收容中心蓋再多都沒有用 因為不可能關全部 那剛剛也有鄉親說 為什麼國外的狗都沒有看到 我正在跟大家講一個就是TN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T就是捕捉 N就是絕育 R就是原地放回 那外國他們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對 那他們為什麼流浪狗會這麼 流浪動物會這麼的少 那他們去捕捉之後 絕育在原地放回 那原地放回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讓不是在這個地方生存的流浪動物繼續佔了地盤 而是讓原本已經絕育的原來那個流浪動物 再繼續在他的地盤上繼續生活 那樣子我們十幾年之後 那他原本流浪動物繼續就是凋零之後 那我們那個地方就逐漸的沒有流浪動物了 科長我想最後想請你跟居民所說一下 針對就是之後後續會不會有公開的公聽會 這次是說明會這樣子的程序 然後呢 收取居民的意見之後 我們選址有沒有辦法再做詳細的評估 那麼我們會吸取大家的意見之後回去做一個規劃 那剛剛大家也有提到說一個臭味然後污水處理 我們爭取了這麼多經費 那他的污水處理是絕對不用說的 一定就是比照一般的家庭污水 所以一定是比其他的廠 甚至其他的送中心都更嚴格更新事更進步 對 這個沒有錯 沒有錯 那只是說選址的正當性 我們還是得繼續回去後面再做評估 好 感謝科長 所以下一步該怎麼走 想今天聚集了這麼多的專家意見 還有下一地鄉親所提出 鄉親憲政府回去 會有更詳細的一個整體的通盤規劃 那也期待 柴鐵鄉親統一演會共產的感動 VNA也有個案由你事文發營業的北京的素材 來做反應部的規劃 以上就是今天的出名台語 感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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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